今天帶大家來到六樓的全層 發展商做好六樓全層是一個交樓標準 整個電梯大堂一上到六樓 看到石材、燈光效果 全部都是相當之甲級寫字樓 帶大家去看全層18個單位 一個面積最小的單位是545呎 大家看到雖然單位面積小 間隔非常方正 大家看到整個交樓標準有升高地台 天天天花、燈盤都齊全 大家看看樓底 如果說低層樓底都有4.17米 空間感是絕對足夠 B8這個單位看出去 我們看到露天平台環境相當好 我們看看一個大單位 1626呎 A1單位 A1單位是一個大單邊的單位 所以你看到落地玻環相當之開揚 看出去就是制衣中心 青山道 宇宙西街 如果說全層來計算 A1這個單位是單邊好位 如果高層的景觀就可能更加好 更加漂亮一點 上到樓層 其實它每一層的設備相當之好 這裡跟大家介紹一些很貼心的服務 有一個是Pantry 沖一下咖啡、倒一下水 這個位置就很適合了 另外還有一個配套就是浴嬰室 雖然小小的 如果有些職員是需要有浴嬰、暴雨的一些需要 就可以利用這個房間 大家看到它的洗手間 其實設計得相當相當之美 簡直是酒店式的洗手間 你看到所有的裝修設計、燈飾、石材 和樓下一樓、入口大堂的風格都是一致 鋁的洗手間也是很貼心的 還有一些鎖鎖 可以放一些私人的小物件在這裡 所以看細節就是看洗手間 如果洗手間都能夠做到這麼精美 整棟大廈的質素大家就可以想像得到 帶大家來到10樓B1 這個就是示範單位 大家看到設計、佈局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其他單位是可以怎樣設計 這個B1的單位是1326呎 大家可以看到它也是一個很開放的設計 當然它用的顏色都比較鮮艷一些 令人看到上去就很有活力 還有大家看到它的擺設、桌椅都比較型格 很明顯看到整個設計師都是想配合整個形象 會吸引多一些有創意、一些創業 或者是一些年輕有活力的一些企業來進駐 看看這個會議室 整個佈局、間隔各方面 都跟一些傳統很荒謬的會議室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這個示範單位也是首先開放給大家參觀 大家看到一個1300多尺的單位 其實如果要間隔剪裁都很容易 如果看到它也是一個很方正的佈局 如果看到整個召喚地區和一些茶水間 其實看上去是很舒服 亦都配合整個發展商這個很型格 很有創意、很有藝術感的風格 請看看看 我要點個湯 好看 九氛 邊緣